最近我们花了更多时间 透过网路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诈骗者也察觉到这一点 网路诈骗的模式 也越来越多变且复杂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 常见的网路诈骗类型吧 甲胶有征婚诈骗者 会声称正在寻找伴侣或朋友 但其实他只是想要骗钱 乐透诈骗者会谎称 您中奖了 并要求你先付一笔钱 才能领取奖金 遗憾的是 这些奖金并不存在 贷款诈骗者会提供超低利率的假贷款 但其实是想借此骗取贷款手续费 并要求你提供银行存折和提款卡 征裁诈骗者会捏造假的职缺 诱骗求职者提供银行存折和提款卡 网购诈骗者会贩售不存在的商品 并以极低的标价吸引消费者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在网路世界中保持安全呢 绝对不要汇款 我提供个人资讯给陌生人 不要点选不明连结 永远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密码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好友邀请 开启双重验证 最后别忘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网路安全资讯 请搜寻Facebook.com 谢谢Help